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包括一些我的朋友问我 说你们考古的 经常挖一些古墓 有没有碰到过机关 僵尸之类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很无奈 但是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他们 我说就我个人所经历的 以及我所知道的考古工作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些 事实上这考古工作的日常工作 是非常琐碎 也是非常辛苦的 所谓考古考古 辛辛苦苦 不是爬山就是挖土 当然乐趣也很多 我们是田野考古工作者 我们把出差 做项目 做科研 叫做夏田野 也田野嘛 所以我们从来不缺师和远方 但是我们不探险 也不健保 更不会斩妖除魔 我们的工作就是研究文物 研究历史 除了针对学术课题的 这种主动性研究之外 我们承担的很多任务 是配合大型基本建设的 抢救性的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这两张照片上的考古工地旁边 分别是大型的高速公路铁路的施工现场 这挖土机就在旁边轰鸣 我们的考古队员呢 就在考古工地 争锋夺秒的 抢救文物 保护文物 通过地下处处的文物资料呢 我们研究历史 复原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考古工作让我们能够 透过重重的时光迷雾 去看到历史 在时光中进行穿梭 我们作为人都会想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 所以关于人类的起源 是我们考古研究 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那么作为广东人来讲 最早的广东人出现在哪里 又什么时候 最早的广东人 踏足南越大地的 这就要说到 我们前些年 在越西地区南疆流域 开展的考古工作 这条弯弯的小河呢 叫南疆 它是这个西疆的一条支流 在这南疆的两岸呢 我们发现了广东最早的历史 马上说到的 就是越南磨刀山遗址 磨刀山呢 就是这个吹烟鸟鸟的小山村 这个背后的 不前的小山岗 这个小山岗 是目前广东考古发现 年代最早的遗址 它的年代呢 是距今80到60万年 为了找到这个最早的遗址 我们几代广东考古人 求索了半个多世纪 磨刀山遗址呢 发现于2013年 是调查发现的 然后2014年 我们对它进行了考古发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现场 红彤彤的一片 非常红 这个呢 这种红色的土壤 是华南地区 中庚新市 也就是说几十万年前 所形成的一种 特有的一种 特殊的堆积 土壤 这种红土里面呢 有很多长长短短的 白色黄色的 条带状的斑纹 像鱼网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网纹红土 然后在这种 网纹红土里 发现的石器呢 就特别古老 当时发掘的时候呢 是最热的时候 5月份到8月份 广东最热的时候 烈日延延 这个阳光 照在这个山岗上 把这个山 照得像个火焰山一样 当时我们的考古队员 基本上衣服 从早到晚 一直浸泡在汗水里面 然后呢 还有很多很毒的 这个蚊虫钉咬 它钉咬的那个笼包呢 有可能两三个月 都削不下去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工地 是我经历过 条件最艰苦的 一个考古发掘项目 当然 它的成果也是最大的 我们在 这个遗址 找到了广东 最早历史 也改写了广东历史 这个项目呢 录选了2014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星发现 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 发现了将近 400件救湿器 也就是打制石器 这三件 这个救湿器呢 分别叫 手稿 手辅 和感杂剂 它是用古南江 岸边的这个鹅卵石 作为原料 打制加工而成的 大家看 这个石器的这个 外表呢 非常粗糙 加工的技术呢 也非常原始 然后石器的 这个身上呢 还沾满了 这个各种黄的 白的 红的 就在网纹红土里 浸染了 几十万年这个硬痕 就是这些粗糙的 不死眼的石器 告诉我们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 几十万年前 我们广东的老祖先 在古南江的河滩边 打石器 怎样生活 这些石器 见证了 我们广东最大的历史 也见证了 在那个元人时代 我们广东最早的先祖 在这里盘山起步 在这里繁衍生息 除了摩刀山 遗址之外呢 我们在两戒两岸 还发现了 一百多处 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这张地图上 用红色的三角标的 就是我们发现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 这些遗址的年代呢 从距今 八十万年 一直到距今 三万年左右 也就是说 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 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所以这张地图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其实是一幅 跨越了几十万年的 岭南远古文化的 这样一个历史长卷 而云南摩刀山遗址呢 就是这个历史长卷中 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才讲了 八十万年 到三万年这个历史 然后我们 时间进入到 距今一两万年的时候 这个呢 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 至关重要的一个变革时期 这就是说到前两年 我们在英德清唐遗址 做的考古工作 这个石灰岩的 马鞍星小三港 叫黄门岩 它呢 位于英德市 清染市英德市的清唐镇 在它的南坡呢 有四个石灰岩溶洞 这四个洞穴 大小不一 形态也不一样 自西向东 一字排该 我们分别把它命名为 一号洞 二号洞 三号洞 四号洞 这个遗址实际上 发现比较早 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 有一位中山大学 地理系的老师 在粤北一带 进行地质考察 结果发现了这个遗址 在清唐遗址发现以后呢 因为当时就保存情况 不是很理想 所以就一直没有进行发掘 但是我们前些年 对它进行重新复查以后 经过评估 觉得这个遗址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掘潜力 于是呢 我们跟北京大学合作 从2016年一直到2018年 连续三年就围绕着四个洞穴 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三年来 其实发掘的面积也不大 总共才五十四平米 然后出土了各类丰富的文化遗物 这个发现呢 也录选了2018年度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清唐遗址的考古发现呢 最重要的就是清唐少女的发现 说起来 这个清唐少女这个墓葬的发现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当时2016年 这个六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整个考古工作 才进行了半个多月 然后在黄门岩一号洞 洞口发掘的位置 发现了一段比较大的骨头 看到这个骨头呢 我们首先第一印象想 对一个反应想到的是 它可能是一个动物的骨骼化石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我们在一万年以前的这个遗址 从全国范围来讲 发现能化石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而且我们在前些天的发掘 每天都陆续有动物骨骼的 化石的发现 所以我们理所当然 第一个想到的 它可能是动物化石 但是我们接着往下清理的时候 发现 它这块骨头是一段枝骨 一段比较长的骨头 一段长骨 而且好像还有人的特征 然后我们继续小心地往下清理 发现这不光是一阶骨头 它的下面还连着其他的骨骼部位 这就很有意思了 然后我们继续小心往下清理 前年后大概清了半个多月 到最后发现除了头骨和左半边 缺失比较严重之外 其他部位的 冷体骨骼 基本上完整地保持着 而且呢 它出土的时候 还保持一个 怪异的造型 一个姿态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之喜 我们发现了一万多年前这个墓葬 大家看到就这个墓葬 这个清唐少女出土式的出土的现状 我刚才讲 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怪异的造型 我们把这个葬式叫做敦居葬 就是说它这个人体啊 整个是以一个敦的这个造型 一个姿态 然后呢 在人体的下方 还有意识地垫了几个石块 来支护这个人体 就是说 让它一直保持着这个敦的姿势 那这分明就是一种有意识的 上葬行为 通过我们的古人类学考察 这个墓葬的主人 是一位13到18岁的年轻女性 然后她的身高呢 是1米45到1米5左右 在这个清唐少女的旁边呢 我们还发现了一枚摩制的骨针 就右下角这件摩制的骨针 她应该是这位清唐少女 生前的心爱之物 在她去世以后呢 她的同伴 把她当作随葬品 放在她的旁边 这个墓葬的年代呢 是距今13500年 这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 年代最早的 可以确认葬式的墓葬 通过这个墓葬呢 我们可以知道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 古人类已经有明确的 生死观念了 懂得去有意识的 通过一定的程序 一定的葬式 去处理同伴的遗骸 而不是说随意丢弃同伴的遗骸 很可能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 所以说 这个清唐少女身上啊 有太多太多 可以提供给我们 去了解那个时代 人类行为 精神世界 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的 考古学信息 当然呢 也留给我们很多遗团 等待我们去逐步破解 比如说 这位清唐少女 为什么会这么孤零零的 被埋葬在 这个黄门一号洞口 然后她的头 又去到哪里 同样流行 敦居障的史前岭南 跟史前东南亚 在文化上有什么关系呢 等等这些谜团 考古就像破案 我们不停地 去探求各种 这个证据 各种蛛丝马迹 就是我们说的考古学信息 所以呢 就需要我们 细致又细的 考古发掘工作 清唐遗址呢 它是一个洞穴遗址 它洞里面这个土壤啊 堆积 因为交结 特别硬 给我们考古发掘呢 增加了很多难度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呢 除了常规的一些 田野考古发掘工具之外 比如说手铲啊 刮铲啊 铲头 还用到了一些 比较特殊的 发掘工具 大的呢 比如说钢签铁锤 小的呢 像刻刀 手术刀 还有一些牙刻工具 都被我们用来 当作发掘工具 在确保 在发掘的过程中 地下文物 避免受到损害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常规的 田野考古发掘之外呢 还应用了一些 多学科的理念和技术手段 比如说 年代学 古人类学 环境考古 动物考古 植物考古 通过这些 多学科的研究 我们知道 青唐一子的年代 是距今 两万五千年 到一万年 然后在这个 一万五千年的 时间长度里面 当时的气候环境 发生了多次的变化 冷暖更替 在这个气候变迁的 环境背景下面 当时的工具 技术和文化 在一步步的进步 比如说 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 定型化 生产的石器 后来呢 又出现了 磨光 局部磨光石器 和穿孔石器 然后在 距今 一万七千年的时候 广东已经开始 使用了陶器 就这种 比较粗糙原始的 我们叫它 早期陶器 也证明了 在旧石器 在晚期 在华南 已经大范围地 使用早期陶器 在日常生活中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穿孔的棒器 磨织的骨脚器 这些工具 这些技术的进步 告诉我们 从原始的渔猎采集 到早期农业社会 这个革命性的变化 是怎样 一步步发生的 然后通过地下的 粗土遗物呢 我们还能够复原 一万年以前的 古人类的生活场景 比如说我们知道 他们当时 吃遍水肉空 吃遍动植物 当然鹿 可能是当时的 这个主粮 因为我们在 以此地发现 动物骨骨化石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各种鹿类 除此以外呢 还有些小型的 这个石肉类 和猎齿类动物 然后还有鸟类 另外呢 尤其是还有很多 像罗棒 龟鳖 以及鱼 这些水生食物的 大量使用 他们还利用植物 作为食物 通过这些呢 我们好像看到 现代广东人 会吃 能吃 爱吃 这种美食精神 在一万多年前的源头 然后 在那个时候 古人类已经有了 明确的空间利用 甚至有可能有了 最早的居落 村落 我们在这个 不同的洞穴 以及洞穴 内部不同的空间 都发现了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在这个 黄梅二号洞 这个青塘 一直的中心营地 我们在有些部位 就看到这些考古学的遗臣 就认为 它应该是在那 加工石器的 有些部位呢 它应该是屠宰动物 加工食物的 有些部位呢 应该是大家 当时人们 这个围坐在火塘边 欢快地用餐 然后身边呢 堆满了各种生活垃圾 比如说动物碎果这些 通过这些 我们隔着 一万多年的时空距离 好像 仍然能够清晰地 注视着 这曾经发生的一幕幕 从磨刀山到青塘 这长达几十万年的历史 构成了文化意义上 最早的岭南 我们看到了 当时的古人类 从最早的直立行走 然后一步步去探索 去寻找农业社会的曙光 一万多年前的青塘人 站在幽暗的洞穴里面 眺望洞口 眺望远方的时候 他们肯定意识不到 在他们的年代 开启了人类社会历史上 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加速 接下来我们也加速 在时间中穿梭 去寻找古代历史终极 时间的洪流滚滚向前 我们来到新日系时代 看到了文明起源阶段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 星星点点星光 也看到了距今三千年前 青铜古国时代的 技术 观念 以及等级权力 这些 我们继续往前 从先秦时期 到帝国时代 到宋元明清 我们看到了定格千年的 时光片段 也看到了 汉唐圣史的不朽气象 更看到了 平凡人物的生死之念 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 对话和交流 这些 进入了时事变迁的 接引仪存 毕竟七年以后 经过我们的双手 拨开土城 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仍然熠熠生辉 这些看似 一个个 一块块 孤零零的 残破的文物 告诉我们 人类的历史 就像 奔涌向前的河流 就像不曾停歇的车轮 而考武工作呢 就是去唤醒 这些曾经 沉睡的记忆 去追行 历史前进的脉络 而我们考武工作者 以另外一种身份 回到了历史现场 去触目历史 以另外一种身份 去见证历史 通过研究 考武工作呢 我们对这个世界 有了一些 另外的感悟 没有一块尘埃 是厚重的 但堆垒起来 却是滋养文明的土地 没有一块桃片 是相同的 拼接起来 就是多彩多姿的世界 没有一个生命 是微不足道的 汇聚到时间洪流中 就是滔天巨浪 我是一名考武工作者 也是一名时间的穿梭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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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